在乐活津峰社区共好成果展当中 也邀请到了津峰乡各村的文化健康站的长者 一同到场参与 而今年落幕的健康操比赛 也在活动当中是再次看到了长者 展现了乐活动力健康操的演出 那么透过动静态的活动 让长者能够欣赏作品之外 也能够活动筋骨 更能够彼此在年末岁末年终当中 相互的交流 津峰乡公所举办的乐活津峰社区共好成果展中 邀请到津峰乡各村文化健康站的长者 一同到场参与 而今年落幕的健康操比赛 在活动中也能再次看到长者表演 在重视这个静态的活动之外 这次动态活动应该也是老人家最开心最喜欢的 因为这几年 我们也是跟部落文化健康站也是合作 所以这次的动态活动当中 我们都会将老人家是部落文健康站 在今年度他们也有参加一些健康操 台中先生之后办理健康操的活动 的一个竞赛活动 我们也是借由今天活动 让老人家来这边可以活动筋骨 透过这样的活动 让老人家可以互相交流 其实他们也都互相认识 在这样的一个睡末的时间 也让老人家可以看到老朋友 最最好的是让老人家能够很开心 活动中还安排动态静态活动 让长者能欣赏作品之外也能够活络筋骨 我那个毛巾筛的 筛那个夹子 觉得很开心 刚刚我们玩 折抱子 然后针对让我们的手能够有灵活 健康的身体 非常好玩 谢谢我们的所有的文件账的老人家 在年末期间 金峰巷公所举办成果展活动 邀请金峰巷各村文化健康账长者 一同到场参与 让彼此间相互交流 接盘最金峰巷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